2020年7月18日,周六,距离比利时第一波疫情已经告一段落 随着夏天的来临,一切都恢复了生机 而我在比利时的第一次徒步也就此成行 以前就听说过著名的汉溶洞及Caves of Han 但当时由于交通不便,所以只能作罢 由于疫情,出国长途旅游并不安全 所以比利时境内的踏青成了我的首选 而汉溶洞就是我的第一站 汉溶洞是世界上最美丽,最令人惊叹的天然溶洞之一 它们由Lays河形成,河流完全流入到蹦山脉 并在山的另一侧两公里处重新出现 在欧洲,这种河流消失和在线的现象非常独特 早上9点,Hansley和Lays村的游客中心前的广场静悄悄的 一辆车都没有,以至于我差点错过了停车场 时间尚早,游客还为蜂拥而至 我们沿着指示牌,步行约500米,到达了溶洞主入口的博物馆 此时才发现,已有很多人在门口排队,等待买票入场 这里其实有两个景点,一个是汉溶洞,另一个是野生动物园 这两个景点可以分开买票,也可以买一张通票 我和同行小伙伴此次主要是观赏溶洞,所以我们只买了溶洞的门票 购票后,我们进入景区 早上的天气非常晴朗,青草绿油油的 每个人脸上洋溢着欢乐的笑容 前方的铁轨上,一列驶向野生动物园的火车刚刚发车 车上孩子们的笑声感染了所有人 参观溶洞必须要由专业向导带领进入 而导卵的语言只有法语和荷兰语 因为小伙伴说的是法语,所以我们选择了法语向导 每一批进入溶洞参观的人员数量也有限制 原本应该是坐有百年历史的电车前往洞穴入口 由于疫情,现在改为步行 从一个已停止使用的旧洞穴通道进入 不过我们也有意外的收获 那就是我们途经了一段已有60年未开放的通道 汉溶洞是经水流轻蚀亿万年形成的壮观天然石灰岩溶洞 常年温度约13度,因此刚一进入洞穴就能明显感觉到温度的下降 跟随着向导,我们漫步于精美的中乳石走廊中 伴随着走廊中变幻的灯光 每到一处向导停留的介绍点都让我们碳为观止 溶洞的形成是石灰岩地区地下水长期溶食的结果 石灰岩里不溶性的碳酸钙受水和二氧化碳的作用能转化为可溶性的碳酸氢钙 由于石灰岩层各部分含石灰质多少不同 被侵蚀的程度不同 就逐渐被溶解分割成互不相依 千姿百态,陡峭秀丽的山峰和奇异景观的溶洞 通道中随处可见长短不一,形状不同的中乳石 而在旁边的峭壁下,洞底的石笋也随处可见 这些中乳石和石笋见证了经年累月的溶洞的形成 即便是现在,还有水滴在缓慢的滴落 碳溶洞最大的洞穴,到洞顶高度约140米 工作人员还特地安排了生动的表演 在黑暗的洞穴中,一位工作人员手拿着火种 从洞穴最高处往下跑,来到我们面前 宛如人们在黑暗中对火种的渴望 却也体现当时人们在洞穴中的探索实景 在地下约100米的巨大洞穴中,有一场追溯历史的灯光秀 灯光秀中,溶洞的墙壁变得栩栩如生 美妙的音乐,变换的场景,如同置身于一个全新的空间 带领我们穿越时空,回到地球的起源 奇幻,壮观,震撼,精彩 游览的最后一尘,向导带我们来到一条地下河 河水清澈见底,能清晰地看到水中的石笋 溶洞只有在夏季开放 冬季由于地下和河水的上涨,通道会被淹没 因此在通道旁会有专门的标记,表示这水位最高的位置 向导在介绍完后,关闭了通道两旁的灯 他告诉我们,水中并不是石笋,而是洞顶的中入石 那一刻,除了惊叹,没有任何语言能形容我们的震撼 跟随向导慢慢走出洞穴 从黑暗中再次见到光明 我们结束了这奇妙的旅程 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巧夺天空 离开景区,我们还在回味刚才的奇幻之旅 因为天气特别好,我们决定沿着景区旁的小路 探索这片绿色的平原 再翻越了一个小山头,我们眼前豁然开朗 前方有一些各式各样的影地 走近后,我们发现 这是家长们暑期托付孩子的童子军营地 整整一周或两周 这些孩子将在这里一起生活,玩耍,探索 想必会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溶动的奇妙之旅真是让人回味无穷 而人类对于自然的探索也从未停止 小小的比利时隐藏着这样一座大自然的瑰宝 真的是不虚此行 我认为你能够打破十足